婚活アプリ 我試過登錄 我跟女生的教授 你跟女生相約嗎 你也有興趣嗎 你也有好人嗎 年過50歲 還是單身 就連同事都替她著急 要她加入交友軟體 相隔13年才拍攝第二季 男主角阿博寬 還是沒結婚 無理 沉浸在自己的單身世界 獨活也很自在滿足 戲劇演出反映日本社會現況 我覺得應該不是 只有凸顯日本社會 它應該整個反映的是 全世界在單身比例這件事情上 你可能涉及經濟上的衰退 然後還有在男女交往時候的 一些種種的不如意 然後還有來自於 傳統壓力的釋放 因為可能在50歲 4 50歲那一輩 再更早一點點那一輩 他們基本上都有承受傳統壓力 都會結婚 基本上都會結婚 可是他可能隨著觀念的變化吧 有一些人可能他在35歲之後 他單身的話 他就一路保持單身下去了 就像我們在那個時候 還不結婚裡面 阿博寬飾演的這一個角色 建築師角色一樣 阿博寬的角色13年前40歲 13年後開拍第二季已經53歲 劇中人一個人享受著生活 有經濟能力條件不錯 不是不能結婚 而是選擇不婚 而且過去的偉人達も皆 結婚の愚かさを立ている 例えば ショーペンハワーは 結婚とは 権利を半分にして 義務を倍にすることだと言っています それからもう一人 オスカーワイルドは 結婚とは まさしく相互の誤解に基づくものであると 灰が結婚 それはいかなる羅針盤によっても 功労を乱すことができない荒海である そしてもう一人 あれ人は生きて結婚生活であり 死体となって出てくる それからもう一人 一連串抗拒婚姻的金句 嚇哭聊天對象 像阿布寬飾演的桑野信介 年過50還不結婚 在日本不管是男性或女性 統計上都歸類為生涯独生 根據日本經濟網報道 2016年公布的數字顯示 2010到2015的新終生單身率 降低到23.4%跟18% 意思是說超過50歲終生單身的男子 有四分之一是像桑野這樣的狀態 女性則是大約五分之一 日本最近有推出好幾套 都是跟單身關係有相仿的這種劇 甚至還有一個什麼捲髮的女生的劇 都是在講這一類的一個心聲 阿布寬他的那個飾演那個角色 他非常的有趣 就是你會覺得說 他看起來有點冷血 可是他可能 他還是試圖想要幫助身邊的一些人 只不過用的是他很獨特的那種 挖苦人家的方式在做 然後他又喜歡自言自語 所以大家在看這套劇的時候 覺得阿布寬的表演實在是很有趣 然後又反映到一個當代兩性社會的這個議題 所以大家覺得這套劇就像你說 它很貼近庶民的視野吧 十三年前一個人吃燒肉 看起來好像很快 十三年後 專為一個人用餐設計的燒肉店 誕生 而且從日本開到台灣來 說明店家也看中 這股台灣的單身商機 專為一個人設計的燒肉店 份量剛好一個人吃 各種單身優惠應試而生 小型家電 一個人的旅行等等 單身樂活 觀念興起 台灣不婚人口也逐年增加 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 2018年全台只有13萬5千對結婚 創下9年來新低 25歲以上的單身人口 也來到了735萬人 其中超過40歲未婚高達百萬人 單身受到的社會關注 一樣也反映在台灣的戲劇當中 像雜人的爭吵 你如果七十八十去給我睡睡去 你就會像這顆飾車 暖孤孤 無隔壇 愛情 結婚真戰勝 結婚了才能當幸福 幾句台詞 道出過去性別不平等 要女性守真操的傳統觀念 俗女養成績 從女主角陳嘉玲 小時候長大過程開始說起 而長大後 角色設定在39歲 由金馬影后謝應軒飾演 許多劇情引發共鳴 加零加零幾十分加裝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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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鼓勵 完美 完美 切 切 切 好的 今天是台灣新人當台上 所有單身女性 往前走 往前走 把握你人生幸福的機會 要來囉 大鄰女子若是單身 在華人社會中 總是會被關切 催婚 好像結婚才是人生唯一出路 但其實大鄰有能力結婚的 不一定選擇結婚 戲劇反映現實人生的種種 跟熟男還不結婚一樣 台灣日本說的 都是單身男女的心聲 也是世代的現況